这个男人的脸有多神奇 出汗只出半边脸 另一边不管多热都不会出汗 脸中间仿佛有一条分界线 路人看到这神奇的景象都惊叹不已 更神奇的是 男人左右脸还能分场合出汗 当他吃辣吃多了 就只有右脸会出汗 男人拿来纸巾捂在脸上 没一会儿 右边就被汗水湿透了 左边还是非常干爽 而当天气热的时候 就由左脸负责出汗 旁边的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脸居然还带分工的 男人的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一年多了 去医院检查发现骨头压迫了神经 于是动了一场大手术 手术后 男人的脖子和后背中央 留下了一道明显的疤痕 从那以后 男人就成了只有一边脸能出汗的阴阳脸 那么这会不会是手术留下的后遗症呢 节目组再次将男人带到医院检查 医生说 男人的第一和第二节胸椎有问题 由于脊柱异常 影响了控制汗线的自主神经系统 所以他出汗比常人多很多 而且还只能出一半脸 不过不用担心 这是手术愈合的正常过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症状就会慢慢消失 得知自己的身体没有大碍 乐观的男人说 他只要平安健康地活着就行了 相反 他还觉得一半脸出汗挺酷的 好像有某种超能力 在佩服这位大哥心态的同时 也希望他能早日恢复健康 而下面这位男人 自称可以控制鸡皮疙瘩 这个男人疙瘩时 心跳加速到了每分钟102下 对此 男人感到非常自豪 他认为这是全世界只有他拥有的超能力 他叫自己鸡皮疙瘩侠 嗯 看来男人的身体很健康 只不过他应该是中二病晚期了 不过前两个男人 比起下面这位大哥 已经算是正常很多了 这位大哥竟然说 他的身体里有两个胃 午饭时间 他正以飞快的速度 干掉了一盘又一盘寿司 吃完后 大哥骄傲地将盘子落起 整整60盘 盘子已经比他人高了 这还不算完 一出寿司店 大哥又来到了他最爱的小吃摊 在吃了两份炒年糕后 又来了五个大饭团 大哥说 这点食物对他来说还不够塞牙缝的 大哥消化得比一般人快 一天要去七八次厕所 等释放完后 他又会觉得饿 好不容易等到下班 大哥飞快地赶到了最爱的烤肉店 一个人就要了十份烤肉 深渊巨口一口就能吞三块肉 大哥说 三块肉只是刚刚过他咀嚼而已 吃完回到家 他又给自己安排了一大碗拌饭 外加四个鸡蛋 原来在几年前 大哥去做内镜 医生告诉他 他体内有两个胃 难道这大哥是扭转式 普通人怎么可能有两个胃 节目组立刻扭送他到了医院 医生也对他的话表示不幸 又给他安排了一次内镜 可是结果让医生们也震惊了 在大哥的消化过程中 食物会让他的胃越来越大 于是扩充出了另一个空间 这就是为什么 大哥的食量比普通人多这么多 不过医生说 大哥还是得控制自己的食欲 吃的太多对身体还是会造成负担 几个月后 节目组再次回访大哥 现在他已经把工作辞了 专心做起了吃播 大哥说 他也很想控制自己的食量 但在这么多诱人的美食面前 他实在是做不到 既然做不到 那只能尽情享受了 于是 他每天吃东西的时候 都是惭愧并快乐着 他也决定 要在保持健康的同时 把吃东西的快乐带给更多人 能吃是福 但还是希望这位大哥为了家人 为了粉丝 亮丽而行 健康的享受美食 这里是塔塔米姐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